这个耳朵吧 如果耳不透确实是刺头 而且闲着干啥 而且还总觉得有点呜呜 是在里边 感觉到心里边不舒服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去清洁 大家会关心 那你要不掏这个里边的耳屎 它怎么出来 对啊会不会堵到那儿 就影响听力了 对啊当然了 喂你堵了吗 哎我听不见 我都是耳屎 到不了这 哎呀 不不不 确实有这种情况 我们在门诊确实碰到 有好多的老年人来了 假如说他听力不好 带他来了 查听力 说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这个年纪大了听力不好 结果你一看他玩耳道 堵得满满的 这一辈子都没掏过 有可能 因为没有一辈子 也半辈子可能没掏过 就没碰过这耳朵 对所以他里边东西太多了 所以大家就会质疑 说你这东西既然不让我们掏 但又是在里边待着 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从头来说 说这个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叮咛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我们叫做干性叮咛 就有的人 他那个分泌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干性的 那个一片一片的 那他就是往外这个推移 我们叫自节 他自己往外推 推移的过往当中 形成就是一个片状结构 那你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和你做吃饭的时候 这个有咀嚼的动作的时候 他慢慢他自己就脱落了 然后你睡觉的话 你这边一摇头一转身 他就掉出来了 一种是这种叫干性叮咛的 那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叫油脂性叮咛的 就他分泌东西确实特别粘稠 有的人说那个就像巧克力 像稀的巧克力 像豆沙样的那种结构 就特别粘稠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需要有人帮助 给他清理出来的 因为他特别粘稠 他呆在那里 他自己不容易掉出来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 当我们空气当中 有各种的东西了 灰尘什么 他容易就跟这个粘稠的东西 在那里一起形成 真正的那种团块状的 那种叮咛 如果是像这种油脂性的 引起这种团块的话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 一定要到医院里去清理 这个时候你在家里边 你用任何一种方法 你都清理不出来 甚至到了医院里边 也经常会有医生告诉你 你有哪一种药物 给你点药物 你拿这个药物之后 你回去泡一泡 对 你要泡泡干嘛呢 把它溶解开 然后通过吸引器给它吸出来 而不是去把它掏出来 因为它那么粘稠的 说你在掏的过程当中 你很容易造成皮肤的损伤 我在这里边 我还要再稍微解释一点 为什么瓦尔道的皮肤 说你别的地方的皮肤 你去瓦尔勺 你去蹭什么都不会损伤 为什么瓦尔道的皮肤 一蹭就容易损伤 你要手摸一摸 你就知道了 你个瓦尔道的皮肤 它下面就是骨头 就硬硬的骨头 所以 如果你那个瓦尔勺 也是金属的 那个金属碰到骨头 就那一层皮 很容易把那个皮损伤 所以的话 瓦尔道用这种 不恰当的处理 特别容易导致瓦尔道 皮肤的损伤 所以呢 这个儿时 叮咛这个东西 它对我们有保护作用 那么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干性的 它自己可以脱落 如果是油脂性的 需要我们帮助它来清理 而不是自己随便拿一个东西 往外快 你脱落 你脱落 我脱落 你脱落